皮诺市万仓街仁爱路至自由路段今天开通 皮诺县长潘孟安上午率公务处及交通地同人到现场视察 潘孟安表示 万仓街是皮诺市区通往皮诺火车站及提供皮诺夜市人潮出入的重要交通节点 原仅有复兴路至仁爱路一段开辟完毕 银铁路目前已完成高价化 以及复兴路口处的复兴路桥完成拆除 皮诺县府特别争取经费 于今年4月25日开始进行长200公尺宽8公尺的道路披建工程 今日完工通车后将能有效疏解屏东观光夜市车流 在铁路桥下这个万仓街过去是都市计划的8米道路 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办法打通 这次我们把它打通之后 它不但可以串接仁爱路自由路 甚至在整个屏东酒厂这个旧酒厂这个停车场的包括连接到万年西迁徙 屏东公园等等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串接 另外在万仓街新辟道路旁的停车场原为旧酒厂 县府目前正进行全自动化停车场工程 帕孟安表示全面完工后将能解决周边严重停车位不足的问题 亦可服务周边商家及住宅区停车需求 有效疏解当地停车问题 改善当地停车秩序与交通环境 且增设广场用地及商业区 在酒厂的这个停车场 我们第一期已经完工 第二期目前在10座 我们希望这个是无缝接轨的 让这两个停车场暂时的可以无缝接轨的来 呼应市区这个夜市 观光夜市这边大量的需求 帕孟安表示 解决交通停车问题才能使地方更有发展契机 万仓街开通后能疏解夜市车流 解决仁爱路 万仓街 明深路 因皮诺火车站接驳车流造成的交通拥塞问题 并使旧酒厂市地重化后 周围道路交通顺畅 健全交通路网服务 促进屏东市区整体发展繁荣 屏东新闻张如云 刘建荣采访报道